大家好,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。 今天是重阳节假期,有很多香港的朋友都去了大陆,留在香港的人越来越少,在大陆也是一样。 每逢一到长假期就会有很多人出外旅游,但是现在大陆人出外旅游却越来越节省,甚至有一个统计数据。 这一次整个黄金周期天,出外旅游的民众平均每人只花了一千元,而且还是七天时间,七天只花一千元。 那要怎么吃怎么住?住是最大的问题,有没有五十元一晚上的宾馆? 现在当然是没有,最多只有床位。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,就是连五十元都不用花,而是跑驱逐厕所。 安徽黄山有一则新闻,可以说是反映了中国经济崩溃的现象。 当年日本在经济崩溃之后,有人说任何东西都会贬值,只有精力不会。 所以他们会去旅游,所以他们会去旅游,他们每年都会存几次钱,一有钱剩下来就去旅游。 他们主要是以国内旅游为主,增广见闻,到处游山玩水,因为他们认为什么东西都会贬值。 股票会,房地产会,债券会,货币会,任何东西都会贬值,但是除了精力不会,所以他们宁愿去增加自己的精力,增加自己的游历。 现在的中国等于是在很短时间内经历日本最痛苦的时刻。 因为没钱,因为经济底子薄弱,今年十一旅游的人数打破了历年的记录,但是他们省钱的指数也非常夸张。 所有人都成了特种兵,可以露宿街头,睡厕所,不用去开房。 有黄山景区的人表示,当地的酒店房没有什么人去顶,大量的酒店房全部丢空,游客会选择在餐厅。 通道,或者是在厕所里面睡,一大堆人挤在一起,因为户外很冷,没办法在外面睡,结果就被迫要挤在室内休息。 厕所很快已经爆满。 根据上游新闻的报道,黄山景区有工作人员在10月3日表示,景区不建议游客在厕所过夜,最好先订好房间再出行。 报道说,去年五一假期的时候,曾经有网友发布了在黄山有大量旅客挤在厕所过夜的短片,引发关注。 短片显示,有很多人或坐或睡,挤在厕所过夜,有人盖着毛毯,有人洗底而坐。 这就奇怪了,为什么要这么做?原因当然是没钱。 景区有一家网红宾馆,里面有一亲七百个客房完全没人住,但是厕所却挤满了人,只有一条通道让人进出。 所以就有游客非常不满,花那么多钱去住酒店,还没有睡在厕所那么舒服。 景区的厕所很干净,设施齐全。 还有母婴室,简直就是经济实惠的太空舱。 那些酒店反而又贵又差,让人觉得完全就是北坑,就跟黄山的悬崖一样,落差很大,宁愿住在厕所算了。 游客去黄山主要是想去看黄山的三角,就是奇松,怪石,云海,感受到五月归来不看山的绝美。 人家说五月是最绝的,但是五月归来不看山,黄山归山不看月,黄山的风景的确真的很美。 但是我没有去过,除非是中共倒台,中国民主化,否则这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去。 有人说景区的厕所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,因为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星级酒店。 出乎人的意料,连导游都没有想到,所有的人都会睡在厕所。 面对黄山这种奇特的旅游现象,到底是什么原因? 其实不是因为旅客不愿意订房,也不是因为服务态度不好,客房素质差,而是舍不得花钱。 因为客户的服务再差也不会比厕所差,无论如何也会比厕所舒服,但是居然要睡在厕所。 其实就是旅客舍不得花钱,一个客房再便宜也要300元一晚,住两个晚上就是600元。 600元可以花在很多地方,吃很多东西了,但是现在大家都没钱,不敢花。 所以只能当特种兵穷有,看到在厕所里躺了一大堆人,真的很惨。 插一段广告时间,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。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,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,多谢。 这种情况,我们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跟大家讲过,包括张家界等地方。 张家界更离谱,张家界把所有的景区拆分为19块,每一块都要收钱。 一个政权居然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,根本就是在抢劫。 这样搞人们又怎么会去旅游,因为实在是太离谱了,游客都巴不得36级走为上级。 这19个景区当中,张家界国家收容公园每个人收费225元,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收219元,天门山景最贵,收275元。 而且还要爬很多机楼梯上去,还有天子山所到134元,黄石斋所到118元,杨家界所到152元,黄龙洞168元,宝峰湖96元,原家寨子110元,老院子120元,吐司城120元,白龙天梯130元,小火车76元。 毛岩河漂流188元,千古城景区表演268元,魅力湘西228元等等,这简直就是离谱,加起来一共要花上几千元,而且还只是门票而已。 哪有这么离谱的事,什么都要付钱,所以大陆真的是非常离谱。 他们割韭菜的程度简直就是把人当成是砧板上的鱼肉,随便他们怎么剁,而且不仅是张家界,全国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。 他们没有钱的时候,政府已经把这些项目外判了出去,据说洛杉大佛的开采权已经外包了出去,而且外包了30年。 就是在未来的30年,已经被私人机构承包了,政府已经收了一笔钱。 未来的30年,你去洛杉大佛就要交钱给私人机构。 私人机构想想涨价就涨价,而且还可以分割为不同的很多块。 去大佛就要一笔钱,上大佛顶也要一笔钱,总之就是到处都要收钱。 这种事情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别的地方会有。 在英国有些城堡要收维护费,例如去白金汉宫要付钱。 那些不一样,因为要拿钱去维护。 但是有很多自然景区全是免费的,但是在大陆不一样。 自然景区也要划一收费,全部都要收钱。 入寺庙也要给钱,每一样都要收钱。 现在大陆的经济这么差,估计这些寺庙和景区很快就会大规模地结业倒闭,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维持下去。 以前人们有钱就会被他们割韭菜。 但是现在现在唱不响了,现在连厕所都可以住。 将来那些景区哪里还会有人去? 没办法,只能够上网看一下,解解馋就算了。 这可是生存的问题。 以前每逢出现经济大萧条的时候, 通常人们都会去搞一些比较省钱的娱乐, 例如去看电影。 所以美国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, 好莱坞是最磅礴,发展得最快的。 所以才造就了好莱坞盛事。 因为这种相对廉价的娱乐成为了大众唯一可以放松心情。 在最艰难的时候还可以有点娱乐。 当时割据没有生意, 因为太贵了。 所以人们就去找一些便宜的娱乐, 就是电影。 所以现在中国的情况最多就是去看一下电影。 不然也没有其他事可以干了。 因为你没钱, 什么都干不了, 花那么多钱去旅游, 不如省下来待在家里算了。 可以在网上看一下老电影, 或者是看一下油管。 现在大陆的平台有很多的短片都是要注册收费, 什么都要收钱。 所以这个国家是一个吃人的国家。 任何人都吃, 而且不吐骨头。 请不吐骨头。